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个专门用来查找文件中是否包含指定文本的终端命令 叫做Grap 那首先老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同学们在使用图形界面的时候 我们如果想要确认一个文件中是否包含指定的文本 我们通常是怎么做的 哎非常好 我们可以用Ctrl F来搜索一下就行了 对吧 那现在让我们回到Ubuntu 老师给大家演练一下 同学们看啊 在桌面上是不是有个123.TiT 老师现在双击打开 然后提一个需求啊 我们要确认一下123.TiT中是否包含S这个单词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现在同学们注意看 老师把光标向上挪动 哎出现菜单栏之后呢 选择搜索 再来点击第一项查找 同学们看啊 对应的快捷键是不是Ctrl F 对吧 现在老师点击 点击之后在Ged的窗口的右上角啊 会多一个小窗口 现在老师呢 敲一个AS 同学们看123.TiT中 所有AS单词全部被高亮显示出来 哎非常的方便 也很直观 对吧 那现在老师啊 那现在老师啊 把光标放在这里 按一个空格 敲一个哈喽 然后呢 敲一个Python 好 现在我们需求变了 想要确认一下123.TiT中是否包含哈喽Python 那么我们可以用刚刚同样的方式啊 Ctrl F 然后呢 在小窗口中输入哈喽 然后呢 Python 同学们看 随着老师的输入 哈喽Python这个单词 是不是同样能够被高亮显示出来 对吧 那现在老师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同学们 如果我们远程登录到服务器上 使用终端的方式 还能够使用Gedit这种图形界面吗 不能了 对吧 那如果我们在终端中 想要搜索文件中的内容 又应该怎么办呢 哎 这就涉及到 我们在这一小节中 需要学习的GREP这个终端命令 GREP啊 GREP这个终端命令呢 有常用的三个选项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第一个选项 -n 就是在显示查找的文本内容的同样 同时还会呢 把行号显示出来 而第二个选项 -v啊 它呢 是专门来显示 不包含我们指定的文本内容的行 也就是跟我们指定的文本内容 刚好相反的一个搜索选项 那第三个选项 -i 是可以忽略大小写的 那现在就让我们到乌版图中 首先老师给大家演示一下 GREP的基本使用 再把这三个选项 一一给同学们演示一下 好 现在让我们切换到乌版图 你们看 现在中端中 我们的工作目录 是不是桌面目录 对吧 如果我们想搜索123文件中 是否包含 s的单词啊 我们呢 就可以敲一个 GREP GREP 空格 s 然后呢 给定一个文件名 现在老师回车 大家看 在回车的一瞬间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123.txt的文件中 所有包含s的行 以及s这个单词 都会被高量显示出来 哎 显示的效果呢 跟GEDIT中 非常非常像 对吧 这个就是GREP 这个命令 最基本的使用 那现在我们的需求提升了 我们呢 在显示不同行的同时 再把每一段文本 对应的行号显示出来 那可以怎么做呢 哎 这就可以使用到 老师刚刚讲的三个选项啊 我们再看一眼 -n显示行号 -v是取反 不显示包含指定文本的行 而-i呢 是忽略大小写 好 这三个选项 我们看到之后啊 再让我们回到乌班图 我们呢 想要看到对应的行号啊 就先敲一个GREP 然后呢 用一个-n的选项 同时我们搜索 还是-s这个单词 然后老师再给一个文件名啊 看搜索-s这个单词 同时指定行号 在哪一个文件中搜索呢 在123.test的文件中搜索 现在老师回车 大家看 在回车的一瞬间 行号是不是在最前面就显示出来 同时呢 我们搜索的-s单词 同样会被高亮显示出来 这个呢 就是-n的选项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v的选项 老师呢 叫一个GREP 空格-v 然后还是搜索-s啊 123.test 现在老师回车 大家看 回车之后 是不是所有不包含-s的行 都被显示出来 那现在老师问一个问题 同学们 如果我们想要显示 所有不包含-s的文本行的行号 应该怎么做 哎 同学们都很机智啊 -n-n 对吧 现在老师呢 按一下向上的键 然后把光标 都弄到前面 输入一个n 现在老师回车 大家看 回车之后 所有不包含-s的行号 是不是同样可以显示出来 这个呢 就是两个选项 连用的效果 对吧 那接下来老师问大家啊 忽略大小写的选项 是哪一个 哎 非常好 忽略大小写的选项 是-i 对吧 老师呢 挑一个GREP 然后呢 -i 现在呢 我们如果输入i字123啊 回车 显示的内容 是不是跟刚刚是一样的 因为i字这个单词 和我们指定搜索的单词 大小写 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那如果我们来搜索 哈喽呢 哎 现在老师挑一下GREP 然后挑一个哈喽 注意啊 现在老师输入了哈喽 什么 手字母是小写的 对吧 然后挑一个123.txt 现在回车 回车之后 同学们看 有搜索结果吗 并没有 对吧 那怎么样能搜索出这个哈喽呢 哎 现在老师按一下向上 然后呢 在前面加一个-i的选项 再回车 同学们看 哈喽是不是能够被显示出来 对吧 那如果我们想要搜索哈喽python呢 那同学们注意看啊 如果想搜索哈喽python啊 我们需要在哈喽前面 增加一个引号 然后在后面呢 输入一个python 现在注意啊 因为这个单词中间是不是有一个空格啊 所以我们要搜索的内容 应该用一个引号引起来 然后我们现在回车 大家看 是不是同样可以把哈喽python给搜索到 对吧 如果想要知道哈喽python在哪一行 应该怎么做啊 哎 非常好 同样增加一个-n的选项 现在老师按一下向上 把光标挪动到前面 输入一个n 然后呢 回车 回车之后 同学们看 哈喽python是在第五行出现的 好 讲到这里啊 老师呢 就给同学们介绍了一下 专门在中端中搜索文件中 是否包含指定文本的中端命令 grap 这个命令呢 有三个常用选项 -n是可以显示行号 -v是可以取返搜索 而-i呢 是忽略大消息 好 讲到这里 老师先暂停一下视频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